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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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10月8號的這個盤後節目 看到這個最新的片頭 真的看起來還不錯啦 還不錯 來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盤式 我覺得簡單化啦 因為以這個 今天的大盤而言 的確就會有一個震盪洗刷 那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擔憂 老實講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擔憂 重點是什麼 我簡單化 我們的關鍵指標就看這兩個 那個股的部分 類股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講到 所謂的這個Coors的概念股 還記得我在9月12號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到 從萬潤VS星雲的時候 我就說 星雲一定會有落後補漲的行情 好 那你各位等一下再 我們來再看一下這個Coors的部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CPU概念股 CPU概念股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這一波的CPU概念股當中 其實是一檔接著一檔來去做操作的 最後一檔跟各位講到的 其實就是形同 也就是我們昨天在節目上 不管是在這個節目 昨天的何懷貞何老師在這邊跟各位講的也好 甚至是我在華語盤後連線 在跟這個主持人搭檔的時候 也有去談到所謂的 行通毛利率的部分也好 其實在今天 它是共上掌停板的 所以我們講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有非常大的份量 好 來先看第一個這個加權指數的部分 那我其實把這個重點已經把它寫上去了 第一個東西 先給各位看一下就是KD指標的部分 KD指標各位只要記得 KD指標只要在50附近 重新做一個黃金交叉向上的動作 50是一個強弱的分界零 強弱的分界零 如果再重新的黃金交叉向上 那上方的J值是這條紅線 如果上方的J值向下貫穿的所謂的D線 以及K線的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逆勢指標 你只要做一個死亡交叉向下 它就是一個買點 然後短線上的買點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下 要怎麼去翻揚向上 你要注意兩個指標嗎 第一個非常重要 周四 美國的核心CPI的數據 到底開出來是如何 就以預期而言 就以預期而論的話 它其實在預估 八月份 會比七月份還要來的D 這是各位要去做了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D 為什麼會D 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通膨的降溫 這是要跟各位講的 我昨天有看到一篇報導啦 在美國投行 其實也有把這個機率 經濟衰退的機率 大幅的去向降 大幅的去做降低的動作 所以其實 你各位去擔心的 這個經濟衰退的疑慮 也就消散了嘛 好 這是我對於大盤 我覺得 比較利多的一個地方 是投資朋友可以注意的 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什麼 你各位有沒有記得 最近的中國股市 雖然十一長假結束之後 今天的港股 陸股 是呈現下跌的 但是 但是 人行降準降息的這個動作 有釋出了一兆的人民幣 那你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你釋出來之後的 刺激經濟 刺激內需 對於刺激消費 那你各位 是不是可以往 中概股的部分的概念股去做挑選 以及什麼 台灣的受惠股嘛 對吧 所以這些的這個經濟的寬鬆化 還有再加上 11月份會持續的去做 美國會持續的去做降息的動作 那我覺得 你各位 本來降息了 資金去做寬鬆了 這也是 立於什麼 台股 或是美股的漲勢嘛 甚至是台積電 來我們要來講到台積電喔 台積電是明天 10月9號會去公佈營收的部分 好 明天會去公佈營收 17號的時候會有一個 所謂的法說會 那它在法說會 甚至是在公佈營收之前 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這個美系的外資啊 紛紛的把這個台積電的目標價去做調漲 那原因是在哪裡 第一個 它本來就是我們台灣之光 世界不可或缺的領頭羊 晶圓代工的領頭羊 你說輝達也好 你說蘋果也好 哪一個大客戶不是台積電 哪一個最大的供應上不是供貴於台積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之前跟各位講到的 就算你長線來看 看了就算到2027也好 甚至到2032年也好 台積電基本上都還是第一名啊 都還是第一名嘛 那紛紛調漲之後 你各位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旗下的這一些的 不管是Coors的設備股也好 擴廠效應 然後我們說台灣 南台灣的這個廠 要去持續的去擴建 埃米廠也好 或者是先進製程廠也好 那你這些邊緣的設備廠 邊緣的受惠的廠商 你當然都可以注意啊 台積電的供應鏈嘛 好所以也要跟各位注意什麼 就以現金為王這個角度來看 我已經幫各位關注了 第四季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第一個中概股 第二個 如果你喜歡哪些資金往哪裡串的 哪些個股有新的資金進來的 那你一定要去觀察題材股的部分 最近的題材股我們一直在講的 就是CPO嘛 Coors 之前我們也一直跟各位談到Coors的部分 好甚至是我們說 集團股在季底也要去做做帳 那去年最強的集團股 現在都銷聲匿跡 沒有所謂的這個消息的 當然就是神盾集團嘛 那今年到底是哪一個集團會竄出來 我們就拭目以待嘛 但是就以集團股而言 你現在當然就是要去琢磨一下 到底有哪些的集團股 可能會有一些資金進來進駐嘛 這是我們現在在第四季要去做關盤的方向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在9月12號的時候 跟各位講到的星雲以及萬潤 好 來我們來問一下各位 你現在看星雲跟萬潤 好 你像看星雲跟萬潤 你就以股價的位階 你就以均線的角度而言 你就以全部來看的話 不管是KD指標也好 不管是法人買賣超也好 請問你會想買哪一檔股票 哇 老師啊 就 我的看法 我喜歡萬潤 好 為什麼 因為萬潤沿著五日線往上漲 然後當天的高點是425 好像要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呢 而且啊 他營收18個月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萬潤還不錯 好 這是你的回答嘛 我相信這是大部分的人的回答 但是我在當時在9月12號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星雲的部分比萬潤更有性價比 好 更有性價比 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你的上半年你賺的是比萬潤還多 你比萬潤賺的還多 你說2024年的上半年是賺5.43嘛 但是你以萬潤而言是5.24嘛 等一下我們會有表格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股價位階呢 那股價位階呢 當時的星雲跌下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很香啊 這邊的價格帶非常非常的香 這個價格帶大概落在哪裡 377附近 什麼意思 為什麼跟大家講到377 這個價格帶來的 因為它就是落在百日線的附近 百日線的位置 而且百日線沒有跌破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百日線沒有跌破的時候 而且這個KD指標在第一檔黃金交叉向上 這一直去做一個死亡交叉向下的動作 那你各位啊 你各位啊 你不就是可以關注它嗎 好 9月12號已經非常非常的久遠了 我當時跟各位講 你拉回來拉回來要再買一方的377塊 380塊 你看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 今天多少 來 今天的糕點 525塊 我這邊訂的是 9月12號 各位要記得喔 我這邊都是訂9月12號 來 萬潤 今天收多少 525 525的萬潤 來 3583的星雲 506 506 但是我跟各位講的價格帶就是在這邊嘛 377 383 380 377嘛 就在這個價格帶嘛 100日線嘛 100日線嘛 那你看 我這邊至少還 從這樣底部漲上來的獲利值 難道有比3187少嗎 對 3187沿著5日線都沒有跌破很強啊 那我不可否認 但是 我跟各位講的3583的星雲 難道沒有性價比嗎 難道沒有在底部的時候 也給了各位一個十足的信心嗎 難道你沒有在底部的時候看著我們的節目 去賺到一筆錢嗎 你現在全部都賺錢了 對吧 對吧 380塊的 星雲 你今天收506耶 506耶 你收506耶 最高是525耶 哇老師啊 好強喔 原來你這樣子供應鏈比一比 原來星雲也會往上漲 原來星雲的性價比 反而比萬潤還更高 萬潤 它是做一個什麼 磚孔機的 它是做一條龍的 我真的我不可否認 萬潤的 產業面 萬潤的機台的 使用方面 方向 一定比星雲還要來的高 這個我不可否認 因為星雲最主要還是做私製程的 好私製程的設備 但是萬潤它有點鑽機 它有切割機 它是做一條龍的生產鏈 所以萬潤你要看你從哪個角度切入 好你要看你從哪個角度切入 但是我是從它的營收 我是從它的獲利 甚至是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還有從什麼 它的累積EPS 好你說它營業率萬潤比較高 沒錯 累積稅後淨利率它也比較高 這個我也不可否認 沒有毛利率也比星雲高 對 你要從這個角度 用三率的角度去挑選萬潤 OK 你有賺到萬潤的錢 OK 你有賺到錢 都是市場上的贏家嘛 但是我跟各位講到的星雲 我跟各位講的時候是 落後不漲 一定會漲上來 一定會漲上來 而且更有性價比的原因是 你當時買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的時候是380塊 你剛才看到的9月12號的價位 你說你的萬潤在高高在上的時候 我的星雲還在下面 還在100日線的位置 難道沒有很低嗎 我們跟你講的點位 價位難道不是都是最低的嗎 好 講完之後呢 來我們最近再加了 G2C的聯盟上來 我沒有放 均華啦 6640的均華我沒有放 因為它比較高價股 高價股我們當然就先看 重塑嘛 好 那重點是什麼 我剛才有沒有看到 CoVos的小兵 CoVos的小兵有非常多 除了這五檔以外 當然台積電的工業有 非常非常多的設備股 最近6438的 訓得也很強啊 也很強啊 那我要問各位的是 你各位 CoVos的概念股 下一檔你要選誰 我在9月12號的時候 我先幫各位挑出來 3583的星雲的嘛 好 你可能會跟我說 老師啊 我沒看到 我沒有注意到這檔 3583的星雲 OK 那我問你 下一檔星雲你要找誰 下一檔台積電的工業 你要找誰 明天就要開財報囉 那明天要開營收囉 17號要開法說會囉 所以這些CoVos的供應鏈 本來就在明年 甚至在後年 它的產能會持續的翻倍 漲的情況之下 營收會翻倍漲的情況之下 CoVos一定是趨勢 一定是趨勢 那 下一檔你要找誰 我已經挑好了 我已經挑好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 歡迎你 掃描下方的QR Code 與我聯繫 歡迎你掃描下方方的QR Code 與我聯繫 因為下一檔的先進封裝的設備股 我幫你找好了 我也幫你找好什麼 100元以下的矽光值的概念股 我還跟你講比例比 我在昨天的環宇旁後連線也跟各位講 跟我們的這個環宇的粉絲朋友 觀眾朋友講 我說 我們就分兩批人 第一批人 就是 你就是以投機為主 技術面為主的 你是右側交易的 一突破就占買方的 OK 光紅是你的選擇 但是為什麼不是我的選擇 第一個 它你的GPS才是負的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紅色的意思是什麼 紅色的意思就是跟去年同期比 因為我這是用累積 所以是說 2024年的上半年的 累積毛利率 累積營業率 累積存益率 甚至是累積的EPS 上半年 對比2023年的上半年 它是成長的 綠色呢 就是衰退嘛 我們台灣人就喜歡看紅色啊 來 所以星通呢 它是雙綠 雙升 毛利率跟存益率是雙綠雙升 連光通的部分 只有剩一個什麼 所謂的存益率的部分 好 它只有剩一個存益率的部分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 我說你投機的 投資朋友 你可以買光紅 如果你是以毛利率為主的 我在昨天在環宇連線 講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我說你就是要選 3025的星通 原因是什麼 毛利率有夠高 64.71% 真的是非常的高 你就對比這一些 都是很高啊 都是很高啊 來 我們來跟各位來聊一下 這個 毛利率 毛利率 好 我們用合併的來看 第二劑 21% 聯軍啊 聯軍啊 4979毛利率 19% 19% 所以 我問你 星通有沒有夠高 當然高啊 當然高啊 那我跟各位講到的 就是星通嘛 好 等一下來跟各位講一下 星通我們怎麼操作的 來 潛艇的部分 為什麼我會講到潛艇 因為我的粉絲 就來問我說 老師啊 為什麼你的CPO 會一直選創威 為什麼一直跟各位講到創威 因為我說 在當時的位階 當時的角度而言 它就是跟潛艇一樣 那我們潛艇當時候就是操作在這邊 漲上來之後 我說你不要 去做追高的動作 因為你跟我們的成本拉太多 所以你要去看什麼 創威 你看喔 當時的創威是突破了百日線 當時的創威突破百日線 當時的潛艇也是 才剛突破百日線 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8月30號的時候 跟各位講到 跟潛艇相同的K線圖 我們要用當時的角度來去看 創威以及潛艇 我去下的標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用現在的角度 你現在的角度看 創威跟潛艇完全不一樣 因為創威已經突破了 潛艇還在這邊 去做一百元的震盪 好 創威 講很多次了喔 創威 9月3號買入 9月5號加碼買入 51.552.8 51.552.8 我說你真的買不到這個價位 因為我們每次跟你講的股票 都是從低檔講上來的 成如我們剛剛跟各位講的星雲 藍通不就這樣嗎 從在低檔380塊的附近 跟你講到今天收盤506 你一定賺錢 你絕對賺錢 你不管中間怎麼買怎麼賣 你現在報勞的全部賺錢 除非你今天追高 追到525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 那是你的事情 那我們跟各位講的創威 也是從51塊 52塊 講到現在66塊 9月27的66塊 講到什麼時候 來 今天多少 83 51塊到83塊 52塊.8的這個加碼 又到83塊 來你各位啊 到了現在要怎麼操作 我說你今天是有點偏 沒有爆量啊 沒有爆量 但是你 這邊有上一個 一個非常重的 黑K棒 好 但是你跳空缺口的下緣 沒有去做回補的情況之下 獲利虛報 講完了 這張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做一個移動停力 你不要預設它的高點在哪裡 你就是做移動停力的獲利虛報 一旦跌破你的移動停力點 你就在賣方 但是如果沒有跌破 如果沒有跌破 你就繼續報往上報 沿著無日線報 那你這樣就會吃了非常大段的魚生啊 我們每次跟各位講的股票 都是賺好一大段 你要吃魚 你要吃魚生 因為它最有肉 沒有人會給你吃魚頭啦 那只有魚眼睛 魚下巴可以吃啊 你也不會想吃魚尾巴吧 魚尾巴都是刺啊 咬下去 咬下去是食不下咽 那你這是不要的部位 你懂嗎 所以我們要吃魚 一定是吃魚生 承諾我帶你做股票 一定是帶你賺好一大段 真的是有肉的一段 創威就是這樣啊 來重答 你要講嗎 叫你買下九十塊以前 九月十四還跟你講喔 我們在當時的重答 當時才多少 八二點五 來 八二點四喔 不好意思喔 可是 九月十號的收盤價八二點五啦 八二點五 都背起來了 有圖有真相啊 講話有底氣啊 八二點五啊 現在看得到嗎 喔 買在這邊 老師我不敢耶 喔 我看重答當時的月線周線 喔 這個長線的低級期 漲上來 我覺得應該不行喔 真的不行嗎 真的不行嗎 你今天到底進財了沒有嘛 你到底有沒有進財 來 十月八號 我這樣PO段這樣漲上來 哇 又是一個好大段的餘生喔 而CPU概念股 我們真的是 在這一段期間 真的是操作得非常非常好 九月二十六號 九月二十六號 是我最後一次跟你們講 我們操作CPU的歷史 我是一個很少講歷史的老師啊 但是我就不得不講 因為CPU的概念股 我覺得 熱能還在 資金只是以往到別的股票 以往到別的股票 我們從創威 講完之後 最後跟各位講到什麼 4979的華星光 還跟各位講到什麼 聯光通 聯光通 還跟各位講到什麼 昨天講的 10月7號 10月7號喔 收在多少 75.6 收盤 昨天收盤 76.1 好好買喔 76.1好便宜喔 獲利 上半年獲利1.24 獲利1.24 哇 真棒 這股票 這股票不錯耶 那 昨天交點個股 你有沒有看到 心通啊 有沒有看到 心通啊 有沒有看到 叫你七十幾塊來買嘛 叫你七十幾塊來買嘛 低接 不好買嗎 老師 昨天這樣 衝下來 跌下來 76塊 不敢買 不敢買 今天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啦 難道你不敢買嗎 難道 一定要我跟各位講 心通的好 心通漲停板了 你才發現到 哇 原來老師你講的是對的 原來老師 今天講完 昨天講完 請大家注意的這個心通 雖然高檔震盪了一下 但是今天還是重新的怎麼樣 給我一個非常十足的面子 漲停板 哇 原來老師你很厲害 真的很會看 那我題材都寫在下面 那我題材我就寫在下面 最後還是因為AI嘛 你AI的網速要提升 運力要提升 散熱要提升 電費要調漲 電力要提升 那你各位要注意 心通它本來就是CPU網通方面的 那你網速要提升 心通也會有營收去做貢獻啊 那有沒有夠強 有沒有夠強 好 這個印太 來我們跟各位講到印太 印太的部分 我剛剛也跟各位帶到 10月7號 你要注意的股票 好 印太 今天10月8號了 然後昨天是 跳空開漲停板 跳空有所漲停板 那 當然 買到的人當然不多 但是印太 今天高檔震盪的時候 跳空缺口 昨天的缺口的上緣 沒有去做回補 沒有去做回補 那今天的低點 大量的低點 是38.8 你各位要注意哦 如果38.8 跌破了 大量低點 一旦跌破 你就要注意 是不是要先做一趟的 獲利了結 聽得懂嗎 如果你是在底部買的 十字線這樣買上來的 如果跌破了大量低點 你要站在調節的一方 等到拉回來 你當然可以做低階 那你如果去做追高的 你自己的停歷 停順本來就要設定好啊 你去買件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你在什麼位階點 你要站在賣方 你在什麼位階點 是不是漲停 昨天的漲停價 是你的停歷點 你是不是要站在賣方 那你自己都要設定好 而不是 你買件之後 老師啊 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它也跌下來了 怎麼辦 你都沒有一個規劃嗎 我們面對所有的會員朋友們 面對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都是有規劃的 買進了這張股票 跌破了哪裡 買進了這張股票 我們的目標價在哪裡 或者是我們的移動停歷點在哪裡 我們一定都會先設定好啊 那當然你不是專業的 你不是專業的 我們每天都在看盤的 我們每天都在研究 分析股票報告的 本來我們看的K線圖 看的圖 看的所有的資料 都會比一般的大眾 一般的民眾還要多很多啊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嘛 我們的工作是什麼 帶會員賺錢 你覺得我們會把會員的錢 不是當成自己的嗎 當然不可能 一定是把會員的錢 當成自己的錢 你操作起來 你就更有感覺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操作起來 只要更有感覺 你知道說 啊 你疊下來之後 我幫你做一個風險的控管 漲上去之後 我也的確讓你吃到 非常非常多的餘生 你就知道 原來加我們的霸王化團隊 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什麼 在10月8號啦 不好意思 這應該寫 沒有講到 10月8號在今天的時候 注意的股票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新復興啊 我們在10月4號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 你200塊的整數關卡 漲上來是賣出 不是買進 跌下來到150塊再來考慮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做一些的 目標設定 那我們也把這一些的 新復興的股票 全數出脫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做追價的 那是你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先開眾明義的跟各位講 你要去做追價的 那是你的問題 我們每次在這邊 也跟你講到風險 也跟你講到 我們買進操作的股票 我們也是一個什麼 良心啊 結果咧 真的也跌下來啦 今天售170.5啊 170.5啊 KD指標死亡交叉下 所以啊 你各位 200塊是不是個好賣點 最後最後最後 我們的中華民國 10月10號 也就是後天 生日快樂 我們國慶日 所以我給各位 最大在今年啊 我們說 推出來 VIP俱樂部是上一個的檔期 推出來VIP俱樂部之後 真的是熱線不斷 熱線不斷 所以 我們現在也推出了特別的限時優惠 只要你真的想要跟上我們的盤中操作 你想要了解 到底 Covos下一檔要買什麼 以及 CPU概念股 這一些的題材股 你要怎麼操作的 歡迎你在廣告的期間 撥打我們的 免費諮詢專線 0800-370-888 那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掰掰 跌宕起伏的投資市場 你總是 被割韭菜嗎 選股操作的過程中 總是追漲殺跌 挑錯標的 在股票市場 場中 我們拒絕繼續當韭菜 獲利是我們的目標 漲停是我們的期望 告訴你法人資金動向 跟著強勢股 賺一波 十八王花 何淮珍 帶著寧雨前